馬歇爾會議揭開了兩岸和平的關鍵 九二共識就是兩岸一家人共識 是兩岸和平的定海神針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 賴政府上任50天 從內政到兩岸 大家有感嗎 其實呢 關於在新任國家領導人 白日定江山 那麼也就是說前100天 特別特別的重要 但是現在來看到50天 好 聯合報報道 在賴總統執政50天 但是呢 引發的問題 卻是比解決的還要多 帶大家來檢視 來盤點一下最近兩岸的大事 首先賴清德總統520就職演說 發表了新兩國論之後 那馬上共軍在23到24就開展對臺 聯合力艦2024A的軍演 那麼同時大陸國務院 5月31號公告 從6月15號開始 對臺灣有134個稅務進口產品 終止是用ECFA 那麼在6月9號曾經擔任 共軍艇長的陸籍軟性男子駕駛了快艇 一路直闖了淡水河口 接下來到了21號 在這個部分還公開了 這個是大陸兩高三部 是公布關於依法懲治台獨 頑固分子的新規 最重甚至可判處死刑 到了7月2號 澎湖漁船大慶滿88號 越界捕魚大陸的海景 強行登檢並被帶回 那麼在這個部分呢 賴清德政府提出兩岸政策最重要 就是6月27號開始調升 大陸港澳旅遊警示已經把它升級到個 橙色的燈號 那麼再往後的時間 如果說在賴政府呢 在團隊只會不斷的製造問題 無法解決問題 未來好不安過日子 絕對不只是漁民而已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 在這個部分兩岸的關係 好在內政稍後我們也來關心 先來看到 在大陸國台辦主任宋濤8號下午 跟國民黨的前主席洪秀柱 兩個人在杭州會面 那麼也出席了第七屆的 兩岸海峽青年發展論壇 宋濤就呼籲兩岸台青共投反台獨之外 也轉達了大陸國家主義習近平的問候 表示台灣青年好 兩岸未來才會好 而真正日前 你可以看到呢 賴政府把副大陸港澳旅遊升級為橙色 洪秀柱也批評太荒謬了 說這是恐嚇台灣老百姓 一夜與台青握手 大陸國台辦主任宋濤會見國民黨前主席 洪秀柱及隨行的台青 宋濤替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轉達對台青的問候 同秀柱與宋濤五月底才在廣州見面 兩個月內兩度聚首 為了第七屆兩岸海峽青年發展論壇 在杭州登場 宋濤代表陸方致詞 炮轟民進黨也呼籲台青反台獨 只是當前兩岸的處境是 仍為打開觀光大門 台灣方面更將陸港澳 拉升為旅遊橙色登號 為反制大陸懲治台獨 22條意見新規 洪秀柱統平賴政府刻意營造兩岸對立 這非常荒謬的一件事情 他叫恐嚇台灣老百姓 我請問這個大陸為什麼要變成橙色 台灣真的像賴清德講的 90%以上都是台獨 洪秀柱一邊痛批也承認 判刑前雖然有台青家長擔憂 在升級為橙色的情況下 副路會不會有危險 但最後人報名參加影響並不大 記者林鮮佩玉 杭中採訪報導 好看完了兩岸關係再來看到內政的問題 那麼在民運黨呢現在可以看到推動了罷免機動市長謝國良 好但是拆糧變成了拆綠嗎 因為民運黨呢就是來推動這樣一個罷免機動市長謝國良 好希望藉此吹起反攻號角之意 但是呢你可以看到現在是不是這個救命稻草 好一個不小心可能變成壓垮賴政府的最後一根稻草呢 在這個前例拆糧 但國家大政四處失火 上台了50天不斷的內鬥 惡鬥什麼都無法解決 好到底要被拆的是謝國良還是民進黨呢 那麼同時我們另外再來看到 國安局長蔡明彥告訴大家 有15位的國人在前往大陸港澳地區遭到大陸的拘留審判 那麼另外有51位在入境之後遭到留置巡查 這案例有增加的趨勢 他說呢從近年到現在已經有15位遭到這個拘留審判 大陸的在這個部分我們可以看到陸委會副主委梁文傑 他告訴大家那麼他提出了建議說台幹到達的工作 建議大家帶新手機新平板新電腦比較好 這樣的一個情治單位對大陸一身一軌正式呢 我們來看到在促進兩岸交流 但是恐嚇自己人這樣的做法對嗎 好梁文傑雖然沒有明說 但是這樣的一個建議建議大家如果你要到這邊來工作 好盡量帶新手機新平板新電腦 是不是已經堆疊了孔中甚至仇中的氣氛 那麼如果會把自己當成了情報頭在做事 兩岸怎麼會改善 退休大使劉志弓就說了這個民進黨不斷的主張兩國論 那不但為改變國際長久以來處理兩岸的關係認知實踐 反倒導致兩岸外交戰不斷的加劇 針對呢在這個蔡明燕局長就說了現在有15位的國人進入大陸港澳 結果遭到拘留審判 梁文傑建議大家應該要帶新手機啦新電腦 立委陳韻臻就說認為這個誇張的一個說法感覺像是在恐嚇一樣 我覺得這個有點太過誇張了在恐嚇 這種恐嚇百姓的行為啦 我覺得政府應該想的是說 怎麼樣 讓兩岸之間可以做很好的溝通 而不是 一直在製造 百姓這種 仇中 恐中 就是 仇恨大陸 恐懼大陸的這種行為 我覺得 我覺得 如果試圖想要改善兩岸關係這個實在是在做背道而馳的事情啦 我覺得你去 中國大陸的時候 有特別換嗎 有感受到被監控這種感覺 沒有都沒有 我都一點感覺都沒有 真的有人說你住會不會被怕 被怕什麼 住房間會被被裝什麼 我覺得我要擔心才是我的辦公室 為什麼 我辦公室在黃捷的隔壁 他會半夜來扣開我的門我才擔心 好現在針對國安局長蔡明燕說 大陸社群軟體包含了抖音啦 小紅書啦 是爭議訊息散播的主要平台 要民眾避免下載 結果 馬上被撩包了 包含了 像是綠營的明代測意都在抖音 狂開帳號 大談政績 全球第五大社群平台 TikTok抖音 美國有超過1.7億人使用 台灣用戶也有565萬人 另一個小紅書在美國和台灣的下載量也都突破500萬次 但是國安局怎麼說 抖音跟小紅書確實是目前爭議訊息散播主要的一個平台 它有資安的風險 所以希望民眾避免去下載 2022年政府禁止公部門下載用抖音小紅書等軟體 現在又說有資安以律會散佈爭議訊息 但有人馬上抓包 不只綠營明代在抖音開帳號秀武記 抖音商業出現不少 綠營側翼帳號 大肆宣傳民進黨的政見政績 甚至交換部觀光署 還有145萬委託人 經營小紅書和微博來宣傳觀光 政府認為抖音和小紅書是統戰工具 不要下載 網友炮轟 但有人被抖音和小紅書詐騙過嗎 被臉書詐騙倒是很常聽到 有問題自己不禁用 你要不要先叫自家人停用 上街問問年輕人認同嗎 政府應該會想要進入跟政治有關係的 自己都有在用的話 會有一點尷尬 你有確切的證據就直接把它指出來 而且請你證明這些錯誤訊息 不會出現在臉書 不會出現在X 不會出現在其他歐美的影音平台 你們不是一大堆人也在看這些大陸的網路平台嗎 你政府自己都在看 為什麼要叫民眾去小心呢 你們這到底是什麼鬼心態 綠營大觀要大家別用抖音 自己人卻狂發影片還宣傳政見 網友狂孫 政府自己也在用實在抄打臉 難道他們都是被統戰的中共同路人嗎 外界也質疑 當臺灣預傳被日本扣押抓走 發了百萬巨款 執政黨都不吭聲 怎麼反倒光只想進小紅書進抖音 碰到日全部都軟了 不顧愚民的權益 然後碰到小紅書就自我沒有信心 拔摩 紅成說是中共統戰的工具 當民進黨把抖音小紅書當成國安危機 百姓納悶 國安單位要不要先從狂拍抖音的民進黨地位 和用小紅書宣傳觀光的政府單位 開始查契 這張熱帆成真采訪報道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任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